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才华出众 但是像他这样的能人也有能人的烦恼 那就是如何才能取得上级领导的信任 那么诸葛亮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今天的职场能人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借鉴呢 北京邮电大学赵玉平博士在风趣幽默中为您麻辣说三国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向诸葛亮借智慧之信任的诀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职场上有一些人他们能力很强 在工作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但他们也有烦恼 因为领导会担心这些有能力的人不听指挥 也会担心其中的野心家抢搬夺权 那么在这方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怎么做的呢 他又是如何取得刘备的信任 我们今天的职场能人又能从诸葛亮的作法中得到什么借鉴呢 北京邮电大学赵玉平博士在风趣幽默中为您麻辣说三国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向诸葛亮借智慧之信任的诀窍 张五三年 也就是公元223年 63岁的刘备病倒了 这个大夫给检查说小毛病 就是拉拉肚子 痒痒就好了 这刘备就躺在床上养病 但养病期间 这刘备很闹心 因为他的眼前总浮现一幅战斗场面 他经常就在头脑中浮现这样的脑海场景 说自己站在山头 看到山下火光冲天一片喊沙声 到处都是人和马的尸体 铺满了路面 铺满了江水 有人就说了 这是赤壁之战 这不是赤壁之战 这就是几个月之前 刘备指挥的一次重大战役 叫夷陵之战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火烧连营700里 刘备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失败 在此之前 刘备经常会想 说曹操火烧赤壁 被烧得那么惨 它是个什么滋味 今天刘备自己终于体会到了 原来是这个滋味 刘备很痛苦 有的时候刘备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 说这事是我干的吗 我怎么会遭遇这么大的惨败 这一年张五三年是刘备登基的第三年 张五二年 刘备刚刚登基 做了皇帝 就统帅大军以为关羽报仇的名义 就向东吴宣战了 但是讨伐东吴的雄心壮志 没有给刘备带来任何好处 相反 却让他体会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 这枚苦果苦涩的难以下咽 一灵之战惨败以后 部队之殆尽 好几员大将都死了 刘备只身就逃到了白地城 到了这儿 刘备就病倒了 按照刘备遗书上面描述 刘备当时的病症很简单 就是拉肚子 所以医生们就给诊断 说是我主万岁水土不服 说羊羊 结果这病是越痒越重 刘备已经病到了无法起床 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了 所以刘备觉得自己十日不多了 谁都有个死 于是刘备就派快马进成都 紧急调在后方的诸葛亮 前来永安脱孤 这就是著名的白地脱孤 也叫永安脱孤 诸葛亮就来了 来了之后 刘备怎么说的 这件事情 脱孤这件事情 在三国治 三国演义 资质通建 这几本书里都有比较一致的记载 就是说历史和小说 在这个情节上是一致的 人之将死 气焉也善 刘备在病床之上 拉着诸葛亮的手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孔明 君才十倍曹丕 就是说你的才能比曹丕大十倍 必能安国终定天下 就是说你一定能够安定国家成就大事 说四子 就是说我的儿子 可否辅之 就是说我的儿子是那块材料 你就赴保你当房里 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就是说如果他不是那块料 您就顺其上我 这一句话把诸葛亮的冷汗 诸葛亮诚惶诚恐 他没有想到刘备脱孤会这么说 而且大家看一看 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 以这种方式脱孤的人 恐怕也只此一份 就刘备这一个人 那么刘备脱孤这段话 咱还是用咱老百姓的理解 你理解理解 它相当于老太爷要去世 临死之前找帐房先生谈家产分配问题 叫帐房先生来了 老太爷气喘吁吁的说财产的问题先放在一边 你看看我儿子行还是不行 他要行财产给他 他要不行财产就是先生你的了 您想想哪个老太爷会这么脱孤 所以这事情他脱得很蹊跷 脱得很奇怪 我们就要分析分析 刘备它是什么动机 我们考虑两种情况 历史有可能性 咱们考虑两种 这样完整 第一种 刘备是真心 他真的认为 这个天下交给谁都可以 不一定非得是自己的儿子 他真的认为让诸葛亮当领导管国家 是老百姓之福 是天下之福 这叫真心 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是担心 他担心诸葛亮位高权重 一手遮天 而且人人景仰 明满天下 自己这么17岁的一个儿子 坐在位置上 能坐得稳吗 能不能领导这个人 万一坐不稳怎么办 他是担心 大家设身处地为这个病床上就要撒手西去上西天取经去了的刘备 你想一想 他是真心还是担心 我觉得应该恐怕都有一点 但担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诸葛亮当时就做了一个坚决的承诺 史书原文写 诸葛亮他说的是什么 诸葛亮说 臣敢劫骨功之力 孝忠贞之劫 忌之以死 什么叫骨功之力 就是竭尽全力 什么叫忠贞之劫 就是不变心 一心不二 什么叫忌之以死 就是我一定忠心 做鬼我都不会变心的 他是这样的 刘备跟诸葛亮这番对话让诸葛亮压力很大 为什么让诸葛亮压力很大 就是因为诸葛亮也没想到刘备会这么说 于是史书上记载诸葛亮当场有一个表现 什么表现 叫气气 气就是哭 气就是流鼻涕 气气 诸葛亮就哭了 而且一边哭一边流鼻涕 满脸都是液体 很痛苦 为什么诸葛亮哭成这样 有人就说了 第一是诸葛亮感动 说刘备这么信任他 诸葛亮特别感动 所以就剃气了 这个确实有点 第二有人就说了 诸葛亮难过 说老战友刘备就要死了 看着他心碎 心都碎了 所以他就哭了 这个也确实有点 但我倒觉得诸葛亮还有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伤心 伤心什么 伤心我这么多年给你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让打前锋 打前锋 让守后路 守后路 我这么努力 临了到今天 居然你还是对我有这个怀疑 这当下厨也太难了吧 这做人也太难了吧 诸葛亮 诸葛亮 他眼泪当中 他也会有这种因素 现实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职场能人 他们自己有能力 手上有权力 这样的人在单位进行人事交接的时候 往往能体现出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他们在这个时候怎么做才能使单位平稳过渡呢 三国世纪的诸葛亮在刘备去世的时候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 从他的做法中 我们又能吸取怎样的经验和智慧呢 这个时候诸葛亮的智慧就发挥作用了 人不怕遇到困境 怕遇到困境的时候没有想法 人也不怕没有想法 人怕需要有想法的时候找不到有想法的人 人也不怕找不到有想法的人 怕找到这个人你不听他的 诸葛亮这个人属于不用找别人 就听自己的就行 所以诸葛亮就给自己找了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对处理班子团结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这里边我们就回到现实了 你看到很多企业不怕做业务 就怕做人事 不怕干部闹事 就怕班子成员闹事 很多领导一天到晚都愁 我手下这四粮八处这几个人我怎么管 其实处理班子关系 处理班子成员的团结问题是事业发展的核心 手脚都能乱 只要脑子不乱就能前进 一个队伍当中如果脑子乱了 那你就完蛋了 咱们老百姓叫什么 火车跑得开全靠车头带 车头没有油 火车不如牛 那你就乱了 那么诸葛亮在处理班子问题上 他用了非常高明的几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叫做工作上摇扇子生活上搭台子 这做的特别棒 我们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诸葛亮是怎么做的 说到这个策略 我们就得提一提刘备的家事 中国人有句话叫本命年难过 说很多事都是本命年发生的 那么刘备他属什么的 刘备是属牛的 刘备是属牛的 光元209年 这一年正好就是刘备的本命年 这一年也是赤壁之战结束的第二年 刘备在本命年里还没等他从赤壁胜利的喜悦当中走出来 可怕的消息 坏消息就传来了 第一个坏消息就是他的老婆甘夫人去世了 剩下了三岁的儿子 一个年纪五十的男人 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 这个凄凉 刘备很痛苦 正在痛苦的时候 得传来消息了 说江东的谋士吕范前来拜访 刘备就以为吕范跟鲁肃一样也是来讨要荆州的 那得硬着头皮见 结果硬着头皮一见 吕范给刘备带来一桩美事 吕范说 我们吴侯孙权有一个妹妹正当妙龄 听说刘皇叔你最近刚刚丧妻 所以我特来提亲 这叫吴侯有一妹正好嫁刘备 你就娶了她得了 刘备这属于什么 人在屋中做美女天上来 但是刘备有点担心 刘备跟吕范说 说先生 我年近半百病发半百 吴侯的妹妹正当妙龄 恐非配偶 你通过这个表达方式 你会看到刘备心里边是愿意的 但有点担心人家嫌自己太老 对吧 结果吕范说什么 吕范说我们吴侯这个妹妹虽是女儿 但是有男子汉的豪情壮志 他说非天下英雄不嫁 你刘皇叔名阳四海就是个大英雄 正合适 年龄不是问题 刘备没了 刘备说 那先生宽住一天 我回去商量商量 刘备就来找诸葛亮 诸葛亮听完这事 诸葛亮二话没说 他说了八个字 叫面许已定 择日成亲 就说当面一定要谈好了 过两天咱们就去取 刘备就说 刘备说 先生 亲事是好事 但万一周于定计策 他要害我 我不是送上门去吗 刘备的心里叫什么 想喝粥又怕烫嘴 跟孔明说你给我吹一吹 诸葛亮给刘备吃了定心丸了 孔明说主公你放心 我略施小计 保准让周朗一筹莫展 保准让主公你没问题 公主他到手 荆州也没事 对吧 他不要给咱们使美人计 我给来一个要美人不中计 刘备说这可好 行 结果打点形状要奔东吴 但走之前刘备又犹豫了 刘备说我还是没底 诸葛亮给刘备交底了 说我派赵云跟你去 而且我给赵云留了三个锦囊妙计 保准让你安然脱身 刘备就去了 诸葛亮给赵云留了三个锦囊妙计 第一个锦囊妙计 就是到了东吴就大造声势 在所有的媒体上去宣传 对吧 来娶这个妹妹了 这叫生米做熟了饭 而且借助乔国老吴国泰的势力 把生米做熟了饭 第二个锦囊妙计 第二个锦囊妙计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编造一个曹操入侵的借口 这不为了唤醒别人 是为了唤醒温柔乡里的刘备 让他赶紧的回荆州 编曹操入侵的借口 第三个锦囊妙计 就是关键时刻追兵到来 打不过的时候 把孙夫人请出来 借助孙夫人喝退追兵 于是刘备终于安然脱险 在孔明的精心安排下 刘备真幸福 真的是周瑜给他使唐衣炮弹 啃了唐衣扔炮弹 周瑜给他用美人计 要美人没中计 刘备 你想想 因为这个事情 那对诸葛亮的信任感激 依赖都大幅度的增长 我们讲诸葛亮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志 就说作为一个班子成员二把手 在干工作做决策的同时 你还得关心一把手的个人生活 当他有困难的时候 你要以朋友的身份 家人的身份 帮他想想办法 咱们革命是个大家庭 领导都是父母官 战士都是子弟兵 咱们是一家人 对吧 咱们得有点亲情 得有点感情 诸葛亮你说看没看到风险 他也看到刘备到江东有这风险 你说诸葛亮能不能以工作名义站出来说 主公你别去 不能为了这么一个女人危害事业 危害咱们发展 你要这样说 这叫给领导改善生活设置障碍 诸葛亮没有设置障碍 诸葛亮是大平台想了办法 大家想想这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设置障碍 一个人想办法 你是愿意听设障碍的 还是愿意听想办法的 当然大家都愿意听想办法的 而且当然大家也愿意信得想办法的 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不够信任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感情交流不够多 那你就关心关心个人生活 有困难的是帮他想想办法 别整天捧着脸谈任务 谈工作 咱们也谈谈感情 帮你想想办法 对吧 这样心理距离自然就加进了 感情自然就有了 所以诸葛亮的策略 就是工作上摇扇子 同时生活上搭台子搭平台 帮你想办法 帮你改善生活 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就有了一些了 在今天的职场中 有一些人能力很强 他们工作精进业业 从不挑肥减收 也做出了很多成绩 但却总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他们让领导担心和同事隔膜 那么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也可以称作蜀国的职场能人 他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从他的做法中 我们今天的人们可以借到怎样的智慧呢 有了一些以后 诸葛亮采取了第二个策略 这个策略是沟通方式上的 这个策略叫什么呢 这个策略就是我在具体工作当中 我绝不主动提要求说我喜欢干什么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这个策略叫放下擅长的做好应该的 这个很了不起 在三国志陪著当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说曾经东吴的谋士张昭向孙权建议 就说咱们就招聘诸葛亮得了 而事实上可能孙权也向诸葛亮发出了聘书 但诸葛亮拒绝了没有答应 有人就问诸葛亮说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孔明先生说了一段话 他说孙将军可谓人主 然官妻部能贤亮而不能尽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孙权孙将军是个好领导 但是干观察他这个气量风度 他能够尊重我 但是未必能够充分发挥我的才华 这叫能贤亮而不能尽量 你要用一个人才千里马 你得知道千里马的需求 千里马什么需求 有人说他需要草料 大家注意 千里马不光需要草料 他还需要草原 你光给他草料不给他草原 让他在猪圈里待着 你给他吃上等的草料 他也不愿意给你干 所以诸葛亮的态度就是 谁能给我草原 谁能充分发挥我的价值 我就给谁干 你到孙权手下 他给我一等一的草料 但顶多给我一个大院或者一个操场 我才不给他干 这段话 为刘备后来三股茅庐打下了伏笔 三股茅庐的时候 诸葛亮有个信心 就说我到刘备手下 一定会有一片广阔的草原 一定得到充分的发挥 然后来到刘备手下了 你说刘备给诸葛亮草原了吗 给了 但是没全给 刘备用诸葛亮 我们给他做一总结 叫做给了两头收了中尖 首先 诸葛亮刚到刘备手下的时候 刘备先让他管军事 火烧新爷 火烧伯旺坡 接着管外交 说服江东 说服孙权 接着让他管民政 管经济 治理灵灵 长沙 贵阳 真是政治军事 民政外交 都让他管 诸葛亮干得很好 但是在赤壁之战以后 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赤壁之战以后 刘备基本上用诸葛亮给的名义叫军师中郎将 但基本上用的都是做留守处主任 你看 取西川的时候带的是庞同法政 刘备带着两人走了 刘诸葛亮做后方留守处主任 刘守 取汉中的时候 你看史书 诸葛亮没去 是法政去的 诸葛亮还是留守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诸葛亮扮演的就是留守处主任的角色 而真正在军中起军师作用的是法政 诸葛亮挂着军师的名做着后勤处长的工作 所以史书上就讲了 说先主外出 亮长镇成都足兵足食 什么叫足兵足食 就把后勤工作搞得很好 诸葛亮放下了自己在龙中队中实现理想的那些胸怀技能 认认真真做起了琐碎繁琐的后勤工作政府工作 但你说他争了吗 他没争 他有怨言吗 他没怨言 你让我干 我就兢兢业业的干 认认真真的干 所以我们讲一个能人 以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工作境界为最高 以服从命令听指挥为最高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一个天下第一的琴手参加一个乐团合奏 你说你要不要上来就弹世界第一的拿手的曲子 你不要 你得先看指挥后看乐谱 指挥叫领导 乐谱叫工作计划 如果你不看领导不看工作计划 上来就拉你最擅长的 你拉的越棒 对我们整个队伍的伤害也就越大 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一上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上来就要干自己最擅长的 结果干完擅长的领导不满意 群众有意见 他自己还特委屈 我干的这么好 他们为什么有意见 因为你没看指挥没看乐谱 没看上级领导的意图 也没看工作计划 所以说高水平的人 以学会被动工作为成熟进步 你得听人指挥 诸葛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获得了上级领导刘备的信任 获得了职场同僚的支持 最终他拥有了一定的权力 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但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他并没有马上急于表现自己 而是有另外的做法 我们要向诸葛亮借智慧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能借到怎样的智慧呢 不过有了这样不挑肥减受 不斤斤计较的工作作风 还不足以让诸葛亮 让所有的人都放心 都支持 诸葛亮为了获得这种支持 他又使用了第三个方法 这第三个方法叫什么 也是沟通上的 叫做弱势沟通 展示依赖 这个体现在哪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初识表 有一段话说的非常感人 同时也很高明 如果你读初识表只读出感人 那是境界不高的 你要读出高明 那你境界也就高了 在初识表当中 诸葛亮是这么说的 说 臣本不宜 功耕于南阳 苟权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为字枉虚 三不臣于草库之中 滋生于当世之事 遂许先帝已屈迟 咱们就读到这儿 大家看 诸葛亮说这句话的态度非常的低调 而且说话的时候不是给先主说话 是给后主 换句话说 不是给他爹说的 是给儿子 你想对儿子说话都这个态度 你想想对爹应该更谦卑 而且你看看用词 明明是在龙中 在那寻找机会 等待着大展宏图 但是他却说是苟权性命 明明是三顾茅庐 对吧 英雄出世 但是他却说的是先主请来我是伟字网驱 明明是中流砥柱顶大梁的人物 他非说是跑腿的 许以驱齿 他非常非常的低调 甚至有点自贬的意思 为什么诸葛亮在沟通方式要把自己贬的这么低 这就是一个高明的策略 叫做示弱策略 心理学员就发现 第一 人们会嫉妒强势的人 不会嫉妒弱势的人 人们会嫉妒这个是强的 但不会嫉妒示弱的 因此谦虚低调 可以让你周围的人减少对你的嫉妒和怨恨 不能太牛 不能太得意 第二 更重要 心理学员就发现 弱势的人让人觉得更可靠 更不容易变心 通过示弱能获得别人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你要学会示弱才有人认可你 关于这种示弱的策略 我给大家准备一个现实生活的例子 大家去误一下 我们认识一个老教授 这是真实的例子 老教授跟夫人结婚三十多年了 感情一直特别好 孩子们去海外了 那么我们这些年轻人到教授家里去做客 年轻人开玩笑 就参照教授 说您传播经验 对吧 您二老感情这么好 有什么感情牢固的经验给我们传播 他为什么三十多年感情这么好 你看老教授怎么说 老教授说 其实也没什么经验 对吧 说起来挺丢人的 我这个人我嘴刁 我吃不了外边的饭 我就得吃这老太婆做的饭 要没她做的饭 我得饿死 所以就这么跟她过了半辈子 你看老太子怎么说 老太子说更逗乐 教授夫人说 我这个人有严重的神经衰弱 晚上睡不着觉 必须晚上这老头子躺在我旁边 那有节奏的呼噜呼呼的一打 打到第三曲的时候 我躺那就睡着了 要没有她躺我身边 我神经衰弱得把我自己折磨死 接着两人相识一笑 说我们这样就走了半辈子 他是这么说的 但事实是什么样的 井根就发现了 我跟教授到南方去参加论坛 吃自助餐 老教授说的是离开老太太做的饭 他是要饿死的 一口都吃不下的 但实际上取两回比我吃的还多 接着你给家里保姆打电话 问他阿姨睡觉怎么样 保姆说阿姨睡觉可香了 以前是叔叔在屋里打呼噜 现在叔叔组了 阿姨自己打呼噜睡到自然醒 于是我们就发现地球离了谁都照转 咱们离了谁都能开心过好日子 但问题就在于双方都说离不开 而且每人找了一个具体的生活理由 而且说这话的时候最让人感到佩服的是什么 说离不开的理由的时候 每个人说这理由的时候都相信自己这是假的 但都以为对方那是真的 这个感情就牢固了 这叫通过展示弱点 展示依赖获得对方的支持和信任 所以大家记住感情是示弱的学问 不是示强的学问 你要说我离得开你 那感情就淡了 你要说我离不开你感情会浓 但是如果虚拟一个真实的生活原因说我离不开你 那感情会更浓 所以记住在外边吃完山珍海味 回家不要忘记说一句 还是家里的饭好吃 人家说你吃点 你说我饿过劲了都吃不下去了 你必须要展示这种依赖 孔明先生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所以大家记住 为什么女强人感情不幸福 因为她太强 她处处都展示自己很强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恋爱 恋爱恋爱 什么叫恋爱 先怜后爱 会示弱 所以我们每一个要想感情幸福的人 获得别人认可支持的人 你都要学会示弱 对亲人 对朋友 对家人 对领导 所以会示强的人 那叫力量 会示弱的人 叫智慧 而诸葛亮是有这些智慧的 所以他用这个方法 就能够获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在现代社会 一个人如果有施展自己能力的平台 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但有了这个平台后 有些能力很强的人干事业却并不顺利 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他有了施展能力的平台后 做事情就很成功 那么诸葛亮在这方面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呢 他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借鉴呢 有了这个信任和支持 于是领导和同事就给他搭了一个平台 说你才华很多 来你充分发挥吧 诸葛亮有没有充分发挥 没有 诸葛亮紧跟着就使用了第四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稳住情绪积极 但绝不着急 这个方法从哪说起呢 从刘备的一个问题说起 我们前面提到了 张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22年 刘备发大兵带队伍去大东吴 结果直接造成了火烧连营700里 仪陵惨败 把辛辛苦苦积累出来的核心部队损失殆尽 刘备很痛苦 这个战败的消息传到成都以后 诸葛亮怎么说的呢 诸葛亮说了一句特别引起争议的话 直到今天我们史学界还在争议 这句话是什么呢 诸葛亮说 法正法孝直要是活着 这时候法正已经死了 说法孝直要是活着那就好了 他一定能劝阻我们主公让他不要东征 即使劝阻不住 他跟着去东征也不至于败的这么惨 诸葛亮是这么说的 说完了以后有人就指责诸葛亮 诸葛亮说了不负责任的吹良风的话 说法正死了你不是活着吗 你为什么不劝阻 法正不能去你不能去吗 你为什么不跟着 关于诸葛亮为什么不劝阻东征 为什么不跟着东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 它里面有很多心理原因 我们得认真的来分析分析 咱们不用历史的方法 我们用心理学管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诸葛亮 他为什么不跟着东征 我们分析两个事情 首先分析刘备东征的动机 有人说这还用分析 刘备东征是为给关羽报仇 为什么这么说 有书为证 《三国演义》第一章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金英雄首立功》 说刘冠章三人准备乌牛白马 道马了酒 祭告天地 说刘备关羽张飞 三人异姓 世杰同心 我们愿意同心协力 上报国家下安离树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说人家磕头败把兄弟 自己的二弟被东吴给害死了 刘备当然要去给他报仇了 因此东征的动机就是为了给关羽报仇 那么这种论断 对有道理 但不完全 因为这种论断是三国演义的逻辑 它不是三国治的逻辑 首先《桃园三结义》三国治上没有记载 它是虚构出来的 第二 刘备东征的时候离关羽死已经三年了 你早干什么起来 要说恨三年前更恨 要说打三年前更得报仇 你为什么不去 有人就说他为积攒力量 好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理解 刘备东征那一年是他当皇帝的第二年 刘备终于登基做皇帝了 他想建立更大的功勋 他想实现自己的夙愿 打曹操实力差距太大 当然要打东吴 吞并东吴建立更大的帝国 吞并天下 所以我们讲刘备东征他应该有感情原因 更有政治原因 他既是感情的报仇也是政治的冒险 这是他东征的一个原因 紧跟着第二 我们分析东征时候的天下形势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曹魏排名第一 孙权第二 刘备第三 所以刘备东征属于第二名和第三名掐起来 大家想想谁高兴 第一名最高兴 第一名最高兴的就是你们俩玩命的打 遍体鳞伤最好掐死一个 我再上来把另一个人给收拾掉 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快速的买卖 就是我先帮着第三名把第二名整死 回过头来让遍体鳞伤的第三名在我旁边趁他不注意再把他拿下 这个买卖是更实惠更快速的 那你说这事诸葛亮看到了 而且看到的最早 诸葛亮是在事情发生提前之前看到的 提前到哪 提前到龙中队 龙中队当中诸葛亮就提了战略了 叫做东河孙权北剧草草 就是我们作为第三名要想发展要想活下来 唯一的出路就是和第二名和平合作 你绝不能跟他打 要打你就吃亏 诸葛亮早都看到这个了 那问题就在于 诸葛亮看到了他说没说 有人说他没说 我们就翻史书 这段史书我翻得很痛苦 真的没翻到 刘备东征的时候 第一个拍案而起给刘备提反对意见的 是赵云赵子龙 赵云坚决反对 那第二个给刘备提反对意见的 是众大臣 所以史书上有一句 他说群臣见者慎重 先主皆不听 有了赵云有了群臣 但唯独没说诸葛亮的事 你说诸葛亮为什么他就不说 完全可以孔明先生站出来 说领导你错了 你别去打 你糊涂吧 缺心眼着你打 你帮他打 领导说我就要打 诸葛亮怎么办 联合群臣上书 跟他争辩 说不能打 实在不行你打起来 我可以拒绝给吉仰 拒绝派部队 我不配合 这不就让你不打了吗 孔明确实有条件这样做 但你想想这样做就出大事了 你敢联合周围的人跟领导对着干 说小了你是拉帮结派 说大了你这叫搞政变 孔明是非常懂这个原则的 所以尽管我们讲客观上他一定提过 但提过刘备没有接受 刘备被雄心壮志 也可能是被野心给催得有点发烧了 他根本不想这些 诸葛亮选择的就是放下个人的想法 认认真真的咱们先干 所以诸葛亮实际上就在后方发什么命令 做什么事情 他没有往全方去 一直到后来 刘备病重了 在永安宫里边已经一大病不起了 发现自己十日不多 在连忙的派人招诸葛亮来 要脱钩 诸葛亮的原则就是你不让我来 我保准不来 但你一让我来 我保准最快速度来 这就是一个能人高人的工作节奏 叫做不叫不道 一叫就道 随叫随到 你不叫我保准不来 你一叫我我肯定得来 你什么时候叫我什么时候来 一让诸葛亮来 诸葛亮马上就来了 来了以后 刘备就把后事都托付给诸葛亮 我们前面说了 刘备是收了中间放了两边 就是说从赤壁之战到白帝脱钩 中间这段没让诸葛亮管大事 但是在赤壁之战之前以及脱钩以后就把天下大事交给诸葛亮了 刘备交给诸葛亮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是认可了诸葛亮的工作态度 当下属不容易 你想想 领导让你干 你干不干 你要不干他不甘心 你要干不好他不开心 你要干好了他不放心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要反复的考验你的工作态度 最后诸葛亮经受住了这个考验 所以刘备对他有点放心了 决定脱钩给他 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刘备觉得诸葛亮龙中队以来的战略是对的 刘备低头了 脱钩这件事情证明刘备有点反思 刘备觉得自己确实有点错 所以他就把白帝城里脱钩这件事情想了很久 他想清楚了 于是就把国家天下的大事都托付给了诸葛亮 一直到这为止 诸葛亮自出山以来 才真真正正第一次走到了政治军事一把抓的位置上 终于有了一个能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 但是这个平台危机四伏千疮百孔 孔明先生运用了好几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轻而易举的就应对了混乱的危机的局面 引导着新生的蜀汉政权走出了危机 诸葛亮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用了哪些策略 又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 请看下集 谢谢 为您麻辣书三国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向诸葛亮借智慧之稳定的良方